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天下衛士和CYC社區青年中心呈現的社區如理 我是大家的絕目主持人Kyle Chan 在我旁邊有拍檔主持陳嘉林先生Francis 你好,Francis 你好,又一集了 Kyle,畢竟過了兩個星期 我們在看上次溝通 今次我們就說什麼叫關係 因為關係,我們又請一些跟我們都很接近的兩個朋友出來 我們去見山珊、Sienna和Kevin、阿楓 多謝你們兩個 山珊,不如我先讓你自己介紹你自己 我叫山珊 去了CYC很多年,剛剛都談了20多年 2003年去CYC 20多年是CYC大,是CYC成長 自己都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十二歲,一個十四歲 我叫阿楓 我自己也認識你很多年 不過不如聽聽你介紹自己 以及怎樣認識山珊 我叫阿楓 她老公 兩個小朋友 兩個爸爸 我去了CYC很多年了 從中學開始 即是有二十幾年了 曾經是由參加職員 然後再做職員 現在就做爸爸 所以… 真開心 介不介意分享一下怎樣認識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八卦 我認識你們很多年 但你們是在學校認識的 不是,學校同一堂 但完全不認識 認識就在CYC認識 好 其中一個原因 我很想他們回來 其實是一對我們覺得很甜蜜 從小看著去帶兩個同學 一起讀大學 讀大學之後結婚 然後生兒子 連她的小朋友都去到十四五歲 一種經歷過 我們所見到的每一段關係的家長 而是很穩固的 當然有很多原因令他們很穩固 或者有不同的見解 當然這個就是由他們慢慢去講 他們怎樣去處理這段關係 或者令到這段關係 可以變成其他人的榜樣 好,謝謝陳先生 好,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不如我們進入今個星期的正題 因為都知道你們關係這麼好 維持這麼多年 其實一點也不難 我問你們一些關係上的問題 其實在一個關係中 會否有私隱 有私隱但沒有秘密呢 如果是兩夫妻來講 我覺得比較難 因為當一段關係中 大家都想坦誠相對 有些甚麼大家都應該要知道 但對小朋友可能不一樣 例如一個例子 我經常說 小朋友自己有用手提電話 既然做一個家長 是否有權去檢查他的手提電話 跟誰來講話 我現在兩個小朋友更小 十二十四歲的年紀 我覺得我是可以去檢查他的電話 因為不是八卦他們聊甚麼 而是基於安全理由 因為你知道現在他們可以上網 可以跟很多人聊天 但跟他們聊天那些是甚麼人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年紀 是否懂得去保護自己 他們是否已經分得清楚 甚麼是安全 甚麼是不安全 基於這個原因 我覺得父母是應該要看一看他們的電話 但是又不是說看他多少歲 來去信任他們 而我會覺得看你自己的小朋友 有多成熟 他可不可以分析到 甚麼是危險 甚麼是安全 可不可以知道甚麼是對 甚麼是錯 能否保護到自己 在他的成熟程度 來決定給他們甚麼時候可以有自己的私隱 好了 相同的問題就給阿楓 為甚麼這樣問呢 媽媽和小朋友的關係 可能會這樣做 爸爸的角色有時比較 我是一個男人 這些是平常我不會做的 當你到我認識的時候 你是怎樣去肯定他的 一邊就是尊重他的私隱 另一邊就是怎樣去保障他的安全 我贊成媽媽說的 因為看回他們的成熟程度 當然他們十二十四歲 很多事情他們未必知道 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很多網上的影片都會告訴我 如果現在你通過互聯網 和一個人聊天的時候 這個人可能是四五十歲 但他扮成一個十二十三歲的跟你談 這件事他們未必可以分辨到 爸爸媽媽可以在這方面參與 告訴他們 讓他們認識到 這些事情可能發生通過 不是不尊重他們的私隱 而是我們想讓他們學會 怎樣保護好自己 才讓他們決定 他們有多少次入 成熟之後 他們的自由度是有多少 其實我很好奇的一件事 我先回頭 因為阿楓說了一個重點出來 我們的節目不只是家長 其實有很多大人都會看 青少年都會看 阿楓說青少年會比較容易 可以看他的手機 到一對夫妻會比較困難 我想問為何呢 阿楓 這個我都會尊重 有些事情你可能和朋友聊天 我不會參與他 我要不要知道這些事情 如果不關我們 我們兩個關係中 我無謂一定要知道這麼多事情 我會留這個空間給他 其實我聽到信任是很重要的 我問兩位 因為那個關係保持得這麼好 其實我有些妒忌 怎樣可以有那個信任呢 可否跟觀眾介紹一下 怎樣可以成立這個信任 兩夫妻和青少年子女 怎樣可以產生這個信任出來呢 我覺得信任是在你相處裡建立的 因為我和阿楓 其實我們已經一起相處了很多年 我們可以說是 我們高級學校到現在 我們是一起成長 你每一天的相處裡 你會很清楚你身邊的人是一個什麼人 他和你的相處裡的細節 他自己本身的人 他會給你 你會知道你會不會信得過那個人 還有你要怎樣去建立這個信任 我覺得就是 你都是說到私隱和秘密 我覺得 兩夫妻是不可以有秘密 即是你不可以有些東西是你收藏 不可以讓對方知道 那你的私隱我會去尊重 但是如果你有東西是不讓我知道的話 我會失去這個信任 我會去猜 我會去猜 我會說是什麼呢 究竟什麼是不可以讓我知道 但是相反的 有些東西我是不需要知道的 但是你亦都不介意我去知道 我不會去 需要知道你每一件事 每一天做過什麼 但是 我想那個 點是你不可以有東西 是不可以讓我知道的 好 麻煩你先生先生說得非常好 我們休息一會 轉頭回來和兩位慢慢談 本節目是由 CYC社區青年中心突約贊助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社區與你 我們今個禮拜很開心 請了珊珊和Kelvin上來我們的節目 一個夫妻 其實我也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一來就問第二節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大家意見 覺得中學生可不可以 或者應不應該談戀愛呢 我覺得高中是可以拍拖的 即高中就可以 對高中 初中就太小了 即是你都未知自己喜歡什麼 你都好像 怎樣說好 即是你拍拖的 即是你可能 只是說 我覺得我喜歡這個類型的 那我就在一起 但是我希望 我的子女拍拖 他們的目的是 組織一個家庭 我希望他們是 向著這個目標去談戀愛 去拍拖 去認識自己 即是找自己的另一半 我覺得高中應該就差不多了 即是他們比較思想上成熟 開始有計劃 知道怎樣去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伴侶 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是可以拍拖的 我很想笑 但我未挑戰你這個說法 我先問了阿楓 初中我想套用我們一句 因為他腦筍都未關閉 很多可能都還是 所以他們怎樣處理這段關係 其實都是擔心的父母 我贊成 慢慢地說 高中可能成熟些 至少他們會知道自己的人生 之後可能會有計劃 會想怎樣 等他們自己的決定會好些 我們會不會參與 會不會問呢 我們當然希望他們會跟我們聊 可不可以拍拖 我們不能關閉 他們在學校的時間 這就是為何叫你們兩個上來的原因 就是他們都會問 爸爸媽媽你們高中都拍拖 為何我不能拍拖 問題一 第二個問題當然就是 現在的蓬佩 你看身邊的人 你不怕 身邊的人 可能全部都一雙一對 又或者現在的媒介 看太多不同的短片也好 電視也好 電影也好 變成好像一雙一對是很正常的 無論你是同性或者異性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是 作為家長當然說 你不應該 或者你應該想 應該先成熟些 這是你的官方標準答案 但是同一時間 他當局來說 我現在在拍拖 那個家長應該是 給他們什麼反應呢 我已經在拍拖 他肯定告訴你 我沒有問他 是誰來的 拿照片看看 都是很正常 是啊 因為他的朋友 其實我們都認識 如果他跟我說 他拍拖 我當然要問問 是否我認識 那些 有些他少學認識到現在 他的朋友我們熟識 當然好 如果是一個新式的朋友 他說 他現在和他已經是 一個男女朋友關係 我們都會想認識一下他 因為其實我們 看著小朋友大 他們在我們的家庭成長 我們是知道自己的小朋友 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對他也有一個信任 你都不會第一時間 想一些很負面的事 你都會希望他 見一下那個人 最好就是 我們都喜歡 現在 阿楓會不會剝了自己是爸爸的帽子 作為一個 好像輔導員 你都做過一個角色 你作為一個朋友 你可否多告訴我 為何你們會在一起 或為何你喜歡他 你做那個角色 即不是一個爸爸的角色 第一時間聽到 很難剝這帽子 作為爸爸的角色 如果是女兒拍拖 當然更加難 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未見過 你的保護的慾望都在 你都不想他受到傷害 當然 跳來這個爸爸的角色之後 你又會想和他分析 這個男生是怎樣 你們的關係內 是怎樣相處的 我們希望他會帶到那個男生回來 讓我們認識一下 讓我們可以問一下他的問題 作為成年人 起碼多些經驗 知道他說的話 多少真多少假 起碼分析都好 同意 因為始終他肯跟你說 我們心想肯多謝 他肯跟你說 其實已經有一個 我們應該 多謝你肯告訴我們 當然另一個 就是根據你給我的資訊 或者資料 嘗試幫你分析 究竟我們有沒有什麼隱憂 在中間 我們不是想探索你的私隱 或者你的秘密 不過 我們同一時間 我亦都對你的 為何這麼想有興趣 當然 做家長最難拿捏的就是 可不可以何時問到哪裏便停 而不會再問得更加多 他會覺得 我發聲給你聽 用不需要那麼多問 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很多謝兩位 其實你們分享了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怎樣打開動會 因為很多時青少年想和家長分享一些事情 好像拍拖 或者學校經歷了一些事情 很多時就是家長很快就關注 不給 不行 或者一來就批評他們 你為何那麼蠢 或者做這些事情 但我聽到兩位建議的都是 問他究竟認識了什麼人 可不可以帶來家裡看看 是完全是很打開門 很歡迎的 雖然未必是暫停 還有分分鐘很多的擔心 所以經常都在說這個關係如何成長 健康的成長是很重要的 當然你們自己本身有健康的成長 才可以令到小朋友或大女生 更加健康的成長 還有那個空間 怎樣營造那個空間 即是說 我這時是你爸爸 我這時是你的父母 我這時是你的父母 我這時是你大哥哥 其實這些是很重要的 因為起碼他知道 原來我有些事情可以跟你說 或者有些很尷尬的事情 我都可以跟你說 要是最尷尬最想幫忙的 那就是他們可以幫你做到的 整件事 那當然第三就是你在整件事裏面 你怎樣令到這個小朋友 無論是你的子女也好 有一個很獨立的成長空間 那這個當然了 人的質疑有不同 那就要多謝所有家長 他們自己的悉心都可以陪 再一次多謝珊珊和Kevin 我們下個星期再會邀請你們兩位 回來再跟我們聊天 好 我們休息一會 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慢慢聊 本節目是由 CYC社區青年中心突約贊助 歡迎大家回來第三節的社區 我們這一集第三集 談了很多關於關係 我經常都說 其實開始一個關係很容易 但維持一個關係很難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完美感 希望所有關係都沒有問題 但其實事實上 承認有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非常非常重要 那好 我給陳先生 讓他回顧一下我們今晚說的事情 其實回顧一下什麼是關係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我們廣東話的 沒有關係的事情 其實我們就叫做 take it easy 有些情況之下 關係是不需要抹得那麼緊的 是接受大家的不完美 以及接受大家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不需要那麼執著 去逐樣逐樣去斟著的 或者去檢討的 始終關係可以輕鬆鬆 開心心地過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我們在說關係 經常都會說 我們在說 怎樣去照顧自己 怎樣去拿這個時間和空間 作為青少年線 或者作為你在家裡的成員 第一件事你永遠要做 就是你要學會告訴家人 怎樣去 我是需要我自己的時間和空間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未必會 接受到這麼新的方法 或者思維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需要一些時間 你給我一個小時 給我15分鐘 我做完這件事 我回來找你 這就是解釋給對方 我現在需要這個時間 或者空間 我想第二個提示 各位觀眾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在家庭成員面前 我們最重要是老實 和清晰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我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又很怕 跟爸爸媽媽說 因為怕說出來他們會罵 但其實如果在家裡 我們應該制成到一個 安全的環境 可以每一個成員 就算做對或者做錯 做什麼事情 都不怕被人批評 或者被人笑 可以拿出來說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就是我們 怎樣把這個時間和空間 設定一個界限 我們要明白 你需要一個時間和空間 譬如說 蘭正說 失戀 我需要一個時間和空間 給自己療傷 我們是明白的 但亦都要有一個時間 而不是沉淪下去 在某些情況下 你離開不了空間 你是回來不了現實 所以要幫自己 亦都幫對方 設定一個時間和空間 是讓你知道 你有這個空間 但你一段時間 你便應該走出來 那這個有些時間 就是我不開心 躲在房間 但你吃飯也要出來 類似這些 其中一個方法 第四個方法 就是我會鼓勵 互相鼓勵 每一個家成員 都可以問問題 來得到一個明白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亞洲人的身體 就是心照 他應該知道 我們一起住了 那麼多年他命 但其實事實上 很多事情不說 是真的不明白 會互相猜測 所以我們會鼓勵 其實每一個成員 有什麼不明白 有什麼有懷疑 都可以問問題 拿個明白點出來 當然 第五點就是 我們處理一個關係 我們要照顧很多人 很多事 但同一時間 我們永遠都記得 第一件事需要做 是照顧在你自己 和你內心的關係 就是你如何照顧到自己的需要 同一時間 就是你將 有時候我想是有些家庭 由一個照顧自己的角色 他忘記了自己的需要 他不停地走每一天的時間 到一天自己 開始崩潰的時候 他可能不知道 所以自己如何照顧自己的需要 照顧自己的心態 或者自己的身體 是很重要 因為你照顧不到自己 你根本沒有機會 通過關係去照顧其他人 非常同意 那我們這集 其實講開關於關係 我自己做了社工很多年 我知道你做得更久 接觸很多一批批的人 老夫老妻也有 剛剛結婚也有 我看到很多現象就是 他們互相 其實真的很愛護大家 愛是在那裡的 但我看到他們家床屋蔽 經常都動小小的 吵架 我突然想 為何這麼關心大家的人 可以像雞和鴨講一樣 一溝通的時候 我就明白到 其實他們接收和怎樣給的愛 是完全不同頻道 所以就變成雞和鴨講 這個現象 我知道其實很普遍很多人會忽略 那我不如給一點時間 陳珍你再解釋一下 怎樣可以把愛 可以大家一起 同一時間 同一個語言地溝通呢 不同意 始終一個叫相同的語言 大家才可以溝通 所以我們在愛的語言裡面 我們永遠第一件事就是 用你的語言去肯定對方的存在 或者肯定對方的所謂的公職 原因是對方可能做了某些話 但你是需要你再重新說一次 不如知道 我其實知道你做了這件事 一個言語 第二當然就是用行動 行動去支援或者服務對方 例如有時候你講了時間 有時候講得講字沒有用 你要做行動去支援做相同的事情 例如有時候他見到回來很累 你幫他給人椅子床 幫他幫出件衣服 或者幫他拿個袋 這都是行動的一部分 是愛的一部分 當然第三就是怎樣去 當別人給你這些服務 或者語言支援的時間 你怎樣去嘗試接受 這個不是一個需要面子的時候 即是對方的時間 你接受這個很開心去接受 所以對方第一 他提供給你的時間 其實是愛的一種表現 你冷冰冰地去的時候 下次很難做這件事 所以你怎樣去 很開心去接受 和感恩對方提供的這個服務 第四就是 兩個人之間始終都需要一個質優時間 即這個質優時間 是讓大家可以放下所有東西 一個好好的相處去建立 或者復原這個關係 另外第五 始終都是 尤其是兩個人 如果是情侶 或者是愛女 身體接觸是重要的 就算家長和小朋友 多有需要 無論你說多愛她 可能一個擁抱 一個拖牠的手 其實對方來說 身體接觸 其實是一種 人與人的動物性的接觸 這種動物性的接觸 會加強了兩個人之間 我們叫做聯繫 那種聯繫 而這種聯繫 就會變成兩個人之間的愛 會提升到下一個階級 再一次多謝陳先生 我們要互相了解 而不是自己的愛的語言 和我們另一半的愛的語言 那好 我們下個星期回來 再和大家慢慢談 拜拜 拜拜 本節目是由CYC社區青年中心突約贊助